早前电讯管理局测试过二十几款升级版机顶盒 有七成合格获发出标签 但有影音公司发现部分获发标签的升级版机顶盒 质素都有问题 要退回代理商 廖家欣说下 不少人都想选择个机顶盒收听数码广播 但市面上有这么多型号 要选择都几双路根 电讯管理局日前测试了二十几款升级版机顶盒 有七成合格获发标签 但根据香港科技员做的测试 合格率就只有五成 有影音公司说不会完全依赖标签 入货之前公司都会做全面的测试 好像这间影音公司就曾经发现一些 附有标签的机顶盒 画面质素和稳定性都不符合公司本身的条件 要退回代理商 为了保证个质素 我们都会在店铺里面全日这样播放 看看它有没有停顿 我们曾经都试过的 因为有问题我们即时会联络代理商 就收回那部机器再改良 直到那部机器我们是满意的 测试 不然我们才开始拿上来 他说数码广播在上个月中 事报到现在 不少机顶盒的生产商 都因应本港接收的情况改良机件 相信日后推出的机顶盒 质素会提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